特朗普之所以基于复工是在于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 因此美国国内政治 它的焦点就是着眼于总统选举 而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作为在台上的总统 他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调动 用于扶植自己 就是做今年选情的这种准备 而现在看疫情也成了特朗普 想要利用的一个因素 如果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宣布复工 实际上是意味着就是在美国国内 那么疫情的抗击 就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因此特朗普是想方设法 在美国国内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 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美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抗击疫情成功 比如顺利的复工复产复学等等 因此他是非常非常着急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目前美国所有的州 都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 尤其是像纽约州等等 疫情非常非常的严峻 现在看呢 不管是确诊的病例 还是每天死亡的人数 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 但是这一次的疫情来势汹汹 而且有很多 我们人类社会所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因此呢 不管是医疗方面的这种专家学者 还是很多的政界人士 对于特朗普急于复产的这个决定 那么都是非常的着急 担心如果过早的复工复产 会给疫情的防治 那么带来更大的一个冲击 一旦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 恐怕那么后悔药 或者说采取补救的措施都来不及 因此呢 特朗普现在这样的一个想法 在美国国内 事实上也是面临着很多的这种指责 而且呢 民主党是非常明确的表示 就是特朗普到目前为止 在抗击疫情方面 很多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而且呢 反应非常的迟缓 要为今天美国疫情的这种 严峻的这种扩散 这种严峻的局面负责 因此可以说 在美国国内 两党围绕着疫情的争执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